主持人 生日环节 祝路人你喵喵喵 同学生日快乐 谢谢 谢谢你 然后我有一个生日祝福 祝小灰摔奶罐生日快乐 谢谢 这个不要扣 没了 有一个生柱 两个生柱 一个是叫谢东兴 然后你来了吗 你没来啊 祝一生日快乐 谢谢 还有一个 鸡排狂魔苏格底拉还是拉底 你在哪里啊 祝一生日快乐 谢谢 我没有写贺卡 不好意思 好巧哦 阿姨 阿姨老让我写 阿姨说就写啊 我就忘了 好巧哦 我拉票稿还没写完呢 还写贺卡呢 我说好巧了 希望有我身住的那个同学知道什么意思了吧 哈哈哈哈 好了好了 然后我让我们进入今天的MC话题吧 啊 选哪个呢 一 哪一点被队友日常嫌弃 二 被人叫错名字的第一反应 三 成员和明星壮脸 四 印象深刻粉丝做的视频 我觉得我们可以结合的都说了一点 我觉得让我先不说选话题啊 让我印象最深刻就是隔壁王叔叔那个视频 你还记得吗 就是你和杨玉玉 还有张大三 还有我那个视频 这很非常让人印象深刻 我发给过年 我发给过年 就是隔壁王叔叔 哦 好像你的印象 有印象吧 我们真正笑了一个早上 当时我在想我做错了什么你知道吗 那那个跳的神魂颠倒的是谁的粉丝 神魂颠倒 不是我粉丝我粉丝跳没有那么丑 好我们来 我们选一个吧 叔叔这么久 带三和叔叔再选一个吧 我们那我们一人选一个吧 好呀可以啊 你选吧 我选吗 你选吧 我觉得一三可以结合着说 吧 第一三结合着说 第一个吧 哪一点被队友浴盘 那就选一吧 因为我大概知道三是什么 对选一吧 谢谢公才 自在音效可厉害 请问你觉得自己哪一点被队友日常嫌弃 没 不存在的 我的队友都不嫌弃我 你觉得自己哪一点被队友日常嫌弃呢 叔叔 我觉得我的队友都非常的爱我 根本不嫌弃我 你这个X2粉丝谁爱你啊 哦是哦 可能就是这一点 X2成员 你以前不是这样的 你当年不是这样的 我当年不是这样的 当年刚出的时候 是明明你拉着我去看人家的手眼 对不起我是X2B组粉丝 那现在已经不存在了 然后然后B组不在了 现在又开始吵 就出风回踩 所以现在我是北广和我是周泰和幽草粉丝 那你站在这里干嘛 走请你出去 请我出去吗 球系要请我才出 对吧 嫌弃你了 那方菲呢你觉得自己哪一点 全身 全身上下 我哪有被你嫌弃了 没有 有 我很乖 你们乖 你们说什么我都 你们向东我都不会向西的 不是 哪边是C你知道吗 不知道 不然你就直接说 你嫌弃别人哪一点好了 对啊 这样好像比较好说 对啊 我嫌弃别人 那嫌弃可多了呢 就是 你可安静点吧 我就偏要说 那你说 那你说 那你说吧 你说完今天走得出去送你 你只要不说我们这台都可以 哇 来吧快点 说吧 就是 你不要碰我 你碰到我一股热气很热 跟你相亲相爱嘛 你怕是今天 你是不是发的高烧 90度的高烧 今天有点失了字快说 就是 我嫌弃别人的话 我嫌弃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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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是个随便人 没有嫌弃的地方吗 但是我都很嫌弃 想打他吗 走吧走吧 走吧 你下去吧 下去吧 你下去吧好不好 请你下去 我不 你好热哦 不要靠近我 我觉得我哪一点被队友嫌弃啊 他有钱吧 黑已经是日常了好吗 不会的 他现在在旁边 我们没有嫌弃过你黑 因为一站你旁边就显白了 你可真烦呀 我觉得哪点被队友嫌弃 有人说太有钱了吧 对 也不知道每个月末的人是谁 怎么了 每个月末 我这他高一代耶 刚刚在那个做发型的时候 是谁说 刚刚花了五天的工资 就觉得已经没有钱了 没有 我说很期待下个月 期待下一个月 我们这种有钱人 就是 钱是不嫌少 不嫌多 不嫌少 不是吧 昨选完了就 你们怎么突然这么激动 你怎么了 不知道 就是感觉这个话题好难说 然后就很想暴徒天一 那你有什么嫌弃队友的地方吗 你吗 好下一个吧 就是每次 你应该问大家 每次我夸你的时候 王叔叔就一脸 你夸过我 我夸过你啊 什么时候 高路团那一伙吧 可以了 我刚刚灵机一动想出了一个 你说 大概就是现在不会说MC这件事情 会被你们嫌弃吧 不会的 不会啊 我会被你们嫌弃吗 不会啊 就是 就是 我也不知道 好难啊 对 那你们有什么嫌弃别人的地方吗 没有 别人说王叔叔 怎么会嫌弃王叔叔 大家呢 我嫌弃王叔叔 我要过呼吸了 每次大MC一切天一都要问我怎么说 然后很多时候都是我帮他想 你怎么说 都不知道 不能怎么说 那你以后也帮我想 就是 我也说 你只要问他 他都会给你想出来的 对啊 可是你只要我们王叔叔 马子回来了 就开枪 开枪他就行了 不会说的时候 就怼一下王叔叔嘛 就会很容易啊 对啊 对吧 你今天走得出去 算我赢 好害怕哦 那林依宁呢 你有没有 嫌弃队友嫌弃 你嫌弃我啊 我啊 来 什么 你嫌弃我啊 我就 你敢嫌弃我 我怎么不敢嫌弃你啊 一号地没人吸了 你怎么感觉很新安情啊 我可以让李嘉恩来吸 你愿意给他吸啊 我 还愿意 还可以 可以也是可以的 你已经失业了 失业了你 嫌弃你 以后没人帮你 你被我盗负了 你走吧 很吓人 很吓人 知道为什么这个MC 就是感觉李依宁是小天使 就是说现在又觉得 她是一个最不应该被嫌弃的 李依宁是小天使啊 对 又帮人想MC 又帮人吸地 我好棒 好苦啊 还要吃别人吃剩下的咖啡 对 孟佳玲说 她爸妈看了我们公演说 你们不要对李依宁这么坏 她是不是太可怜了 啊李依宁 眼里面都含着那个 好苦啊 李依宁要哭了 四天一半的妈妈就不这么觉得 她们觉得我们是好朋友 应该互相帮助 其实我觉得李依宁蛮幸福的 因为已经被你们这么多的带回去见爸妈 他没见过 是爸妈见他 有什么差别吧 那佳恩呢 佳恩呢 佳恩 佳恩经常在队里就被嫌弃嘛 每次就是不适合 不是 干嘛佳恩白着呢 就是佳恩白着听听 是吧 佳恩都算白了 谁谁更白了 对啊我超白 就对吧 哎 我们作为我两个队里的肤色担当 可白了 对最厉害了 然后就是每次大MC的时候 在台下 我们都说好 我就跟别人讲好 我们一起对张仪啊 然后一上台 所有人开枪对着我 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我明明 因为他是队长啊 对啊 我觉得我们队也应该这样 大家就应该一起搞队长 就应该一起搞队长 对 没错 为什么啊 欺负队长的话 不是会被扣工资吗 他不敢扣我们工资 不敢啊 对 哦 完了 太怕了 好像暴露了一些什么 不敢讲 李津你敢扣我们工资吗 帮大人帮他说一下 他说的是赶赶赶赶赶赶 然后过去的 因为他没有开麦 怕你听不听 我们队就好像就经常怼队长吧 是吧 就比如说队长和副队长掉到坑里面 这件事情 真就是 然后把剪盖盖上 然后还拍照发朋友证 然后还要唱首歌 今天是个好日子 队长好可怜 就是有人跳 然后我们在旁边打抠 然后给他们听演唱 好开心 其实已经很幸福了 对 其实做我们队队长也是蛮辛苦的 然后就很可怜 对 然后那么就让我们细想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 倒数第二首歌曲 倒数第二首歌曲 星座 耶